经常可以听到 就是在女性朋友之间会说 我好像有那个医生说 我什么子宫内膜增生 其实我有点搞不清楚 子宫不都是这样 它本来就是每个月就会冲血 然后就会又排血 它不就恢复了吗 为什么会有这种增生的这种现象呢 事实上子宫内膜 它本身大概是 0.7到0.8公分的一个厚度而已 但是如果说 它在一些状况之下 它造成它肥厚的话 就会造成我们出血量太多 或者是说月经提前 这个常常发生在 我们比较快要接近更年期 或是已经更年期之后的 一个妇女朋友 有子宫内膜增生的状况的时候 在饮食上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医师要帮我们介绍 药膳还有茶饮 请问我们的药膳 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刚才讲到莲藕是一个很好的食物 而且准备起来也是非常的 在地 是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所以我们先介绍一个莲藕排骨汤 它做法事实上是各家 就是分量上可以自己抓 那我们大概是用莲藕400公克 那排骨大概200公克 这个水一定要盖过所有的食材 然后用这个电锅 外锅放两杯水来蒸煮 那电锅跳起之后再放入盐 然后盖上锅盖 再焖个三分钟就可以了 那你直接用瓦斯鲁煮也是可以啦 这个是一个很普遍啦 在台湾的话大家也是平常就在吃 而且季节到的时候 其实莲藕真的是非常好吃又便宜 对对对 而且它有很好的补血 还有凉血 止血的作用 就是有很多方面的疗效 其实平常如果发现自己是比较燥热体质 其实多喝喝这样子的汤也蛮好的嘛 对对对没有错 那当然莲藕本身也可以做凉拌啊 是 也是很好的一个佐菜啊 是是 所以我们是觉得说莲藕是很值得推荐的一个食材 那除了这个药膳之外呢 可能大家平常也会喝水嘛 喝水的时候如果顺便清凉结 结火一下也蛮不错 那在饮料方面呢 有没有什么样的介绍 先跟大家介绍一个甜菜跟蜂蜜 它也是一个很补血又凉血的一个食材 而且准备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你只要大概甜菜跟100公克呢 用调理机 现在调理机就很方便 你用果汁机也是可以啦 大概打一下三四十秒这样子 然后要喝的时候再加一点蜂蜜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还要加蜂蜜 甜菜跟不就是甜甜了吗 甜菜跟它有点点土味 那如果说我们加一点点蜂蜜的话 一方面蜂蜜本身也是有点润肠通便的作用 还有滋阴的作用 所以呢我们中医呢 常常在要降火气的时候 我们茶饮都会加一点蜂蜜 这样子效果就是有加成的作用 是 那还有另外一道茶饮是跟白毛根有关的吗 对我们用白毛根 白毛根也是大家常常会接触到 像我们以前年纪小的时候 可能我们有发麻疹的时候 老人家都会用白毛根煮水来给我们卸这个麻疹的火气 这我第一次听耶 对啊对啊 因为现在麻疹少了 所以说在古代是很常用的 那所以说它本身的卸火的效果是蛮好的 白毛根呢 在药店买又很便宜 大概你买个二十块钱就很多了 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用十公克的白毛根呢 再用五百cc的这个水呢 大火煮滚后 再煮个小火煮个十分钟就可以喝了 那温热温热喝 一样可以加少许的蜂蜜 效果也不错 还是会 witando 这么多急 进去 未经许的蜂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